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厨房 餐桌 滿滿滿 甚至抽油煙機上 堆了一層又一層 這樣的家您會怎麼整理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有這麼多杯子 這個過期一年了 工作忙碌的賴小姐 每天上午七點出門 晚間八九點才到家 根本無暇整理家務 今天買的一些寶特瓶 或者是小朋友的一些零食 就只能放在桌上 因為你也無力去 無力去整理了 那我們就回到房間 趕快洗澡 洗一洗就睡了 隔天早上 他也只能繼續這樣 東西買了就堆 堆了就忘 不斷重複消費之外 有紀念價值的 又不知如何斷捨離 因此決定花錢 找人幫忙丟東西 廚房與餐廳共有流理檯面 櫥櫃 兩張桌子與架子 兩位收納師前後花了約五小時 前後 差很大 怎麼整理的收納師 告訴我們佩伯 已經過孝期了 那幫我集中 第一步 下架 讓客戶先看看自家空間有多大 第二步 分類 沒有統整就容易陷入不確定 能不能丟的糾結力 那這樣你要留嗎 看一下 它是好的嗎 第三步 篩選 透過棺打幫助客戶了解 自己多久沒使用 是否該丟了 就是我們從下巴到大腿 膝蓋以上這一段是黃金區域 再來較常使用的物品 放置於相對省力的黃金區域 第五步則是按照空間與美感 分類上架 收納師對我們說 賴小姐家算是優質的客戶了 最深刻的經驗就是 垃圾大概就有二三十袋 然後可能就是 還有一些回收要 就是打包分類的那些產品 可能就是 可能會超過五六十袋 然後加上他們要搬家 所以他們已經可能 有一段時間沒有居住 然後那邊已經變得 是蟑螂的家 正因為這工作 不僅是腦力活還是苦力活 因此收納整理也有小技巧 例如兩人接力省事省力 那我包包裡面隨身巧 就是這樣隨時都可以用的東西 還有三色原子筆 鉛字筆 剪刀 美工刀 膠帶與便利貼 方便 風箱拆箱或標示 客戶它其實是用有顏色的袋子 那就是隨便打包 如果塞進去櫃子裡面 然後一直往後擠 它其實就看不出來這是什麼 並且自備假鏈袋幫助收納 他們統整出 衣物相對容易整理 而紀念品最難了 那我們先猶豫一下 我們就放到旁邊 可能下午再來重新問你一次 那也許你那時候有不一樣的心情 在斷擠的過程中心一送到之後 它其實那個意念已經傳達到了 萬如心理師般精準分析客戶的情緒 其實收納師也透過聊天 幫助客戶篩選提升效率 它反而是有高有低的 這才會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且每個客戶性格不同 也得因地制宜 這也是收納師課程內容之一 隨著高房價時代到來居家空間有限 花錢請人斷捨離市場越來越大 按照不同等級兩人一組 每小時收費1300到2000元不等 因此越來越多人搶著受訓 2017年約莫30位學員 2020年擴及到六都 學員達500位 今年到4月更是已經突破了1000位 其中30歲以下年輕人年增兩成 打開衣櫃發現明明就有一堆衣服 但是沒有一件事我想要穿的 然後越整理越發現 為什麼整理這件事情 可以帶給我這麼多滿足感 老少都搶著加入房價高漲 意外讓這個行業因而爆紅 好